大家好 我是大沛 今天的影片非常丑 因为今天的主题要在很糟糕的光 才能够拍得清楚 就是用最简单的方式解释结构型黑眼圈 哪些东西要遮 哪些东西要提亮 然后现在大家看我脸上都是阴影 这是一个在室内 灯就是一般的照明 就是天花板的灯 必须要在这样子的环境 来一招抬头 你就面向灯了对不对 这个时候看到的就是你的颜色 一招低头 现在这边是不是有很多暗沉 这个时候看到的就是颜色加上暗沉 所以呢这黑眼圈的顺序 初学者也可以学得会非常简单 就是先抬头面向光 面光的时候 遮颜色 这时候我用校色 面光的时候用校色 把颜色遮干净了 然后低头的时候 用提亮一点点就好 你们看我这个阴影 低头才看得到阴影 这个是刚刚面光的时候看不到的瑕疵 把低头时候阴影的地方提亮 然后来检查一下 面光颜色有遮掉 低头阴影有提亮 抬头校色 低头提亮 这就是结构型黑眼圈遮瑕的口诀 非常的简单 给我们设订的确认 好处